勃起功能障碍呢 在以前呢 我们把它叫做阳尾 当然后来呢 由于这个词语有贬义的色彩 现在呢 我们用这个勃起功能障碍这个词 我们英文叫做 Erectile Dysfunction 简称呢 叫做异地 而阳尾呢 我们目前临床上呢 中阴还是沿用这个阳尾这个名称 阳尾和这个勃起功能障碍 它有联系也有区别 它的联系呢 肯定都是勃起发生了障碍 而它的区别呢 阳尾呢 它是比较重的一类型的 这种勃起功能障碍 就是它发生 阴静不能勃起了 或者勃起的硬度非常的不坚 而我们勃起功能障碍呢 它有几个表现 比如轻度的勃起功能障碍 我们触摸它呢 就像豆腐一样那么软 而 而如果二级的勃起功能障碍呢 就是 摸起来就像剥了皮的香蕉 三级的勃起呢 就是 带皮的香蕉 而四级的勃起呢 就是达到一个 小黄瓜那种硬度 如果这种羊尾呢 我们就说 属于一种 比较重的这种勃起功能障碍 它最多达到 一级或者二级的勃起 我们把它叫做羊尾 而我们的勃起功能障碍呢 它有一些轻度的勃起功能障碍 它是可以同防的 但是羊尾呢 它是不可以同防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